大家好 欢迎来到曼子学院 上节课我们已经学到了 如何通过array的形式 来创建一个数组 我们创建过索引的 也创建过关联的 一般通过array这种形式 一般是我们测试来使用的 最常用的创建数组的形式 我们可以通过动态来创建数组 包括快速创建数组 这节课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动态以及快速 创建我们的数组 那首先来看一下 动态创建数组 我们可以通过 dollar数组名称的形式 加上一个方果号 就可以动态创建一个eV数组 它这样创建的是一个 下标连续的数组数组 还记得我们下标连续数组 它的下标从几开始吗 对从0开始 那第二种形式还可以通过 dollar数组名称 加上一个数字的形式 来指定一下下标的一个 索引数组 那也可以通过 dollar数组名称 加上一个sertrar 来创建一个 关联数组的形式 那这三种呢 也是比较常用的 好 我们可以来看个例子 来试验一下 来一个啊 首先先动态创建一个 下标连续的索引数组 通过dollar数 ar方口号 接着写成一个值 你看到这就是创建了一个下标连续的索引数组 简单来打印一下这个数组 echo一个pre 原样输出 就不用每次看原代码了 那接着你可以看到 一个下标连续的 松引数组 从0开始 保存了一个值是1 那接着再往下 再来写一个 动态再停加一个元素 写成一个1.2 浮点数 再保存一个 布尔类型的tru 再保存一个arr的 方果号 写成一个字符串 t 那首先呢 当你没有在括号中 指定下标的时候 这时候创建的就是一个 下标连续的索引数组 接着你看到tru 转换成字符串的时候 转换成一个字符串的1 这样的效果 比较简单 那接着再往下 还可以手动来指定一下下标 手动 指定数组下标 如果说想创建一个索引的 只用在这个方果号内 写上一个数字就可以 1方果号写成一个 0对应的值是一个a 再写成一个are 写成一个-10 对应的值是一个b 再写一个23 对应的值是一个c 那这样你再来打一下这个are的详细信息 得到的就是一个下标 按你指定的形式来产生的这样一个索引数组 也没问题 索引数组 那接着再往下 如果你再这样写are方果号 只等一个d 那d对应的下标是多少 对 上节课我们说过 是已有下标的最大值加1 应该是24 因为我们的所有下标不都为负数 这时候 那个规则就会用到 新添加的元素 是已有下标的最大值加1 这样的一个形式 同样的你说再写成一个are方果号 等一个e 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0 你发现建名重复的时候 值会产生覆盖 刚才你看到的0对应的还是a 那当你一刷新 看到是不是被e给覆盖掉了 这样没有问题 那接着再往下 再创建一个动态 创建一个关联数组 首先呢 可以通过dollarsarr 或者写成一个userinfo 方口号 在这个方口号内写上一个字符串 username 来保存一个人的详细信息 king 再写成一个userinfo 写成一个password 等一个123456 写成一个年龄 等一个12 再来一个是否结婚 等一个已经结婚 你看到这个userinfo这个数组中 我们创建的就是一个关联数组 这个关联数组呢 我们就保存了 我这样一个人的个人信息 你想看到这个数组中的成员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打印一下userinfo 刷新 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这是通过动态 创建了这样一个关联数组 这种形式也比较好用 接着还可以再来创建一个混合数组 动态创建混合数组 写成一个test或者arr 方口号等于一个a 没有指定下标 再写成一个arr 方口号等于一个b 同样的也没有指定 那现在a和b的下标 就是一个连续的 从0开始的这样一个形式 那同样的你也可以指定一下 写成一个-30 等一个c 这是指定下标 12等一个d 那会按照你指定的下标来显示 同样的你还可以指定一个字符 写成一个字符串 test 只等于一个e 再写成一个test1等于一个f 再打印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混合数组 既有关联部分 又有所以部分 你看到按照你指定的来显示 接着关联数组 按照建名对应建制的一个形式 没有问题 这是通过动态来创建这样一个数组 通过数组名称 加上一个花广号的形式 方广号 可以指定下标 也可以不指定 那接着再往下看 再来看一下 如何快速创建数组 那首先呢 想快速创建一个索引数组呢 我们可以通过认知函数 来进行创建 看到认知函数一个最小值 一个最大值 接着还有一个可选参数 不长 简单来试验一下 快速创建一个数组 这个函数呢 也比较好用 写成一个 AR等一个 润值的 第一个只有写一个1 第二个值写一个10 接着这就是一个数组了 这样创建的是一个索引数组 我们来打印一下 看一下 ACO一个PRE 来看一下打印结果 你就知道创建出这个索引数组 是什么样的 你看到首先 件名是从0开始 下标连续的一个索引数组 那接着键值呢 你看到 其实点我写了一个1 它只是从1开始 接着第二个值 每次加1 每次增加的不长是1 同样的你再换一下 写成一个5 其实点是5 结束点是10 那现在创建出的数组 是从5到10 这样一个形式 那我们试验了一下这个 整数 那再来看一下 能不能写成一个负点数呢 认知一下 1.1到6.6 再来打印一下 你看到 1.1 2.1 3.1 是不是每次也加1 同样的也可以 包括你在写成这样一个字符串 认知一下 写成一个a到z 那如果按照我们的猜想 应该想出来 这是以a到z26个字母 创建的一个下标连续的缩影数组 每次增长也是1 同样的也可以a到z 没问题 那大a到大z呢 我就不用去试了 只要它们有范围 就能创建出这样一个效果 那接着还看到认知有第三个参数 每次增长的不长 什么叫不长呢 你看到写成一个1 10 接着每次第一个值是1 我让它第二个值 每次不是加1了 是加2 那这样创建出的数组 你看到 就是一个13579 这样的一个形式 13579 每次增长2 那为什么没有11呢 因为11超过了我的最大值 所以说就已经没有了 那其他的就依此类推 你可以自己来试验一下 第三个参数代表不长 每次增长的一个起始点 这是通过 Range快速创建一个索引数组 那接着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 Compact快速创建一个关联数组 这个函数呢 也比较好用 Compact快速创建关联数组 首先呢 它创建数组的形式呢 是把一些变量导入到我们的数组中 我写成一个username等于king age等于一个12 再写成一个email等于一个382771 946atq.com 再写个地址等于一个北京 写完之后看到有这样四个变量 我想把这四个变量放到数组里 当然你可以这么来写 我可以通过快速创 我可以通过动态创建一个关联数组 写成一个userinfo 翻过号username 建名呢 我就想当做我的这个建名 想用这个变量的名字 当做我的建名 那建值呢 我就想用这个变量的值 所以说就这样来写就可以 userinfo 写上一个age等于一个dollsage userinfo里边的email等于dollsemail userinfo里面的addr 也等于dollsaddr 这样的一个形式 这是通过我们之前学过的 通过谁啊 动态创建一个关联数组 那现在你打印的结果呢 肯定也是你想要的 你看到你需要写这么多四句话 这是通过学过的知识 那接下来呢 我就可以通过一句话 通过谁呢 通过compact这个函数 也能实现这样的效果 compact 快速创建一个关联数组 那接着你要把哪些值 放到我们的关联数组中呢 那现在你看到 我可以把这个变量 让它的名字 变量的名字 当做数组的件名 你就只用写userinfo 记住不要写dolls 第二个还要把谁呢 age包括email 还有一个addr 那这样创建成功的数组呢 就是变量的名字 是什么呀 是数组的件名 变量的值 是数组的件值 这样一个效果 你再来看一下 同样的 也实现了这样的效果 一个函数 compact函数 快速创建一个 关联数组 那接下来 给大家留一个小作业 之前呢 我们简单做过 这个注册页面 我们可以在接收页面呢 接收到用户填写的 这些信息 那现在呢 你需要通过两种形式 一个是动态创建数组 一个是通过compact 函数 把接收到的信息 放到数组里 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个小功能 完成一下 好 那这节课主要就学习了 我们这个动态创建 包括快速创建数组 那接下来呢 这一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来之后呢 就会有什么事呢 我们下来之后呢 我们下来之后呢 好